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行我最想去欧洲那边 看一看很多美丽的风景 因为我现在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出国旅游过 最看重的是他可能对待 比如说服务员的态度 身不身世 这种可能这种小的细节 欺骗 零容忍 其实我负面情绪 有的时候是很短暂的 可能就是自己躲起来 想一下 如果实在忍不住就哭一下 然后整理好心情 就继续我的生活 那对于丽玛 我希望他是陪伴 我也会把他当成我的好朋友 不只是恋爱关系 然后呢 我肯定会跟他讲我自己的心理话 希望他能够是能够 帮我解答一些问题的那种 默默暗示 我现在还没搞明白我自己是 因为我其实释放过信号 但是我发现别人跟我聊天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察觉到我有任何的 就是对别人释放信号的感觉 所以可能我的方式方法 我要改变一下 我是日久生情 这点不会 因为我们完全是不同类型的女生 那完全看别人的选择 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女生 我觉得我跟所有的女生说 我们不存在竞争关系 只不过自己 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寻找感情 那如果说我们喜欢上同一个男生了 我觉得很正常啊 因为目前就这四个男生 我们的选择在这四个里 那有可能会撞行 很有可能 那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 去给这个男生信 不管是信号或者怎么样的 那那个男生喜欢什么样 我现在也不确定 我只能说我正常的去做自己的事情 那她的选择 其实就看她自己了 每个女生都是一个独立的 而且就是性格不一样 那她喜欢这样子的话 我不可能变成这样的样子 我不会因为别人去反映我自己 因为这样我又很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看得很 我觉得是公平的事情 一个早晨 我们在一个很明媚的阳光下 然后呢可能我们有我们自己 共同的屋子 然后两个人在阳台上 喝着咖啡聊聊天 然后差不多就准备自己 做各自的事情 就是最平安的生活里 当然是朋友 原因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觉得 恋爱给了我什么 特别美好的回忆 而且在我最无助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是朋友伸出的元首 而我最无助的时候 是恋爱带给我的伤害 之前说过我生活中 我没有什么不开心 不快乐的事情 但是爱情 给我的伤害是持续很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我希望是互相依赖的 谁不想被别人照顾 哪有就是说我真的 我自己能解决的事情 就是我肯定是自己解决了 就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自己解决 我脆弱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感觉到 然后能够理解我 是我希望的一个样子 就是我希望每个人 虽然性格不同 但是大家最终一个点是一样的 就是很和谐 很温馨 欢声笑语 我相信这个你们也能感觉到 每天的声音笑得很大声 所以就是 就算我没有收获爱情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收获了一个 很温馨的21天 那我第一次进到小屋的时候 就是比较紧张 就那一刻是不知道怎么去工作 所以就是说我那时候 就是第一天是 不怎么 没怎么说话 而我不怎么说话的时候的表情 就很严肃 让人觉得会有距离感 这个也是我后来 就是他们跟我说 很多时候我的OS就说 就包括我昨天回来的时候 我很累在吃饭的时候 我心里的OS就是 我其实什么也没想 就是说我好累 我不想说话 但是我不想说话 是不是觉得我好像生气了 我不高兴啊 那我这个时候应该 要不我先吃口饭 然后一会再笑 就是这种OS 其实什么也没想 我自己吧 老张也会有一点 就是他跟 现在他在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和我们单独处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我会觉得 其实他是说话的主导方 他在小屋的时候 他不是 他不是说声 有一天高清门的说 你是不是睡着了 坐在旁边 老张你是不是睡着了 其实人家就是没说话而已 但就是他就 不说话 不只是 我最想带走的是那些照片吧 但是只有一份 就是客厅嘛 就是厨房那个位置 因为那里是我们聚集 最多的地方 就是会不远而同去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